小珍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都很放晒 怎么说呢 社会观察的 不灵不灵 比你这件还不灵 不灵不灵 好了 我那天在公园 都看到一对情侣 轻轻的 就偷偷地跑过去听 那男生就问女生说 我们相处这么久了 你爱不爱我 女生说我当然爱 而且我爱你爱到 两根香肠 两瓶啤酒 什么意思 两根香肠 两瓶啤酒 就是 常常久久的意思 OK OK 然后女生就问男生说 那你爱我吗 男生说我当他爱 我爱你爱到厕所里面挂闹钟 我为什么都听不懂 厕所里挂闹钟就是什么 就 所以现在年轻人谈恋爱 是都没办法好好聊天 对不对 所以谈恋爱就是应该要 年好年满呢 这个才有 零距离最甜蜜 还是说其实彼此要有点空间 就感情才会更甜蜜 欢迎收看今晚开放 今天欢迎您 恋爱是要聊GT的感情 您距离派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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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是恋爱需要有空间的 距离感 就是美派的那种 是 来 两位 还有我们专家海太球 好 好 赵哥一定是要有距离的 他就是结婚登记 那天有看到人之后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距离拉很远 不会啦 不会 我们这个年纪也比较成熟 对爱不像年轻人 就是那种 要撕心裂肺的那种 密在一起 不用啊 海枯食案 所以你已经无法轰轰烈烈 我可以 我要看人 只要看到对的人 我就会做对的事 大家看到他都应该会闪吧 那是你 老大了 要是你 其他人不会 真的跟你讲 有人就是喜欢兄弟弟 流氓 又有人喜欢像小禎这种 女流氓的样子 对啊 我们再拍撒回去 对啊 你打过来 烫口 我喜欢这种的 烫口痛了啦 天菜萝卜各有所 不过开始之前 我们要恭喜这个出书啦 开始爱 走得跌跌撞撞 受过伤的路上 花都开了 原本是本来就爱解散文 然后 没有我想出没有想过 所以你是什么动力 会写这本书 去年疫情 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整个的氛围都很 然后大家都很紧张 怕没有疫苗 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 像干姐姐这样子 她住上海 然后她就有一天突然说 她说 家瑜你应该出一本书 你的人生会是一本好看的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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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瑜姐 她以前在那个 《怀孕公主》那一部戏 那真的是太红了那一部戏 对啊 其实在书里头我有提 我当时根本不觉得自己红 我既没有被包围 也没有人找我签名 其实你知道我就是一个 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其实我超没有自信 我到哪里都怕人家不喜欢我 所以这本书是记录你的 算人生故事 对 很多 因为后面还有关于亲情 关于生活 还有写到你的亲情的部分 对 所以3月8号已经开始 你已经开始上了 然后目前已经收到很多 读者的分享 太棒了 读后的感动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大家都看 成功人士基本上第一 恭喜佳玉姐 谢谢 谢谢 今天聊到这个主题 就是说 有没有女网友 在这个论坛上分享 男朋友真的超纏黏她 男友从国小到大学的同学会 都要女生一起去 那女网友到场之后 就是只是被晾在一边 然后想走也不能走 想臭脸也不能臭脸 想滑手机也不能滑手机 想坐姿也是都不能 另外有人发喜帖给男友 也要她一起去 总之不管男友到哪里 谁约女生都一定要跟着一起去 她就很爱对方 这太黏了 更可怕的是 只要女生单独出门 男生就来了 一直传简讯说 好无聊喔 真的没事做 这个男生是干嘛 或是一直报告自己的行踪 她是都不用工作 还是什么 有些男生真的会讲 还是是学生 是 有学生 你们俩有什么资格讲这个话 因为她那个太夸张了 我们没有这样 对 我也觉得 更不要说一天不见 对男友来说简直生不如死 怎么可能 像她男友很爱 她我觉得蛮棒的 一开始要问一下大家 谈恋爱就是要有 时时刻刻都彼此在身旁的感觉 才叫做谈恋爱吗 请举牌 No 看来 蜜月时期一定都是这样子 是不是 对不对 如果过了蜜月期 那再说 你的蜜月期是一个礼拜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她有叫得很轆的面语 我有看了一个YouTuber 叫莫才希 叫莫才希 一个美国女生 跟她老公 很红喔 她的订阅非常高 几百万嘛 对不对 她们在美国的每一天行程 都是黏在一起 然后要来台湾就要隔离 她们两个隔离就超级不舍 然后在那边哭 每一天都视讯 可是唯一我觉得她们两个很可爱 就是说她们两个会自己化好妆 然后穿很正式的衣服 然后叫一样的外送 然后两个视讯 约会这样 好可爱喔 像光是情人间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就是行中要报报备 多久报备一次 这个多久报备一次 就七天后你再回来 七天后就不用报备了 可能是别人报备 你现在大家去这个 林堂冬季就好 没有 网友对这件事情 到底有什么看法 我们来问一下希姐 对 俗话说得好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不过是男女互相耽误 我们通过俗话 开赛马官粉丝 还有女人心事聊聊的专举 就整理出了 这个你希望另外一半 主动实时跟你报备行踪吗 那其实看到这个调查 有四分之一的网友 觉得是要的 因为这个报备行踪 就其实是担心另外一半的安全 所以必须要知道 另外一半在哪里 那还有人说 一出去就是连不报备的话 你是去一空间了吗 所以更需要报备 但是有另外的四分之三 网友是觉得说不需要报备 只要在出门前或是前一天 告知就好了 那也有网友觉得说 什么事情都要报备 好累喔 又不是妈妈全部都要管 不知道大家觉得呢 我觉得我有分耶 因为白天的行踪 真的不用报备 但是如果晚上有什么局的话 一定要报备 很难说 有的人白天就委屈 对 会出事 任何时间就会出事 如果说他对方要这样做的话 所以你都是这样子 我不是 你都走白天出现 我没有在 我都直接嗆名的 我现在要怎样 你能接受 接受 你不能接受 我就不要做了 那么有男子气开 不是 因为你偷偷摸摸被抓到 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你敢跟强强这样嗆吗 强强 对啊 强强又不是我谁 我为什么不敢跟他这样嗆 对啊 但如果你的女朋友 是像强强那么嗆辣 你也是 我不会去 找比我嗆辣的 我不要哭啦 找个比我还凶的 我是有没有欠管教主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跟强强 像这种嗆辣的女生 他可能会拖你头发在地上 这种的我都会放在冰箱冰起来 会 我会放 你干 但对于喜欢距离美的嘉宇姐 你能接受另外一半是像这样子 就是时时刻刻要求 要报备行踪 或是他跟你报备行踪 年轻时候的 当然是希望男朋友都会报备 那现在其实是希望有点距离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的生长环境 所以我小时候呢 其实是很会看脸色 而且我很会尽量想要讨好别人 所以就会变成我交的每一任男朋友 你是那种同养席的 就这样子 我觉得我交的每一任男朋友 我都会好像主动跟他报备 可是我就会碰过一个男的 我碰过一个交往的一个男朋友 是他 我那时候觉得他好爱我 他就是那种一天会跟我报备20次 20次 比方说他现在的工作正在放饭 他就说我现在刚要放饭了 我现在刚吃完了 我现在要干嘛干嘛 那时候觉得他好爱我 可是后来我发现 他想知道我的行踪 你知道这种人 他其实是想知道我的行踪 在干嘛 他好去干嘛 所以他跟你报备的同时 他是希望你回他说你也在干嘛 他就会知道我的行踪 对 你在干嘛 如果你在工作的话 那他想说你这工作一段时间 他这两三个小时 你真的好 我会去一个汽车旅馆都还可以这样子 对 报备很多的人 我反而会怕 我觉得就正常就好了 这种一直报备算不算是控制欲很强的 我碰过一个 他其实就是 他是那种会讲话酸酸的 那有时候我跟哥们出去吃饭 那我的哥们都结婚了 对 在吃完饭的时候 比方说我到家了 跟他报备说我回家 他就说 结果今天真的有太太去 那种有一点酸酸的那种 这个男的 他真的控制欲很强 可是他的控制欲 是在别的行为上面让我有点怕到 因为这个男的他不住台湾 那我去找他的时候 我就租了一个 那是远距离的 对 我就租了一个那个 服务房 那结果服务房 刚check in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两样东西是有问题的 比方说电视的遥控器什么的 他可以在上班的时候 打20通电话来 他问我说 遥控器那个人来修了没 我真的不骗你 不然就是那个窗帘修好没有 然后遥控器弄好没 他在这一方面 就是让我感觉 他是一个有控制 强迫症 对 强迫症 其实我觉得我控制欲蛮强的 但是我的控制欲是建立在 我希望对方安全的这个基础 很棒 比如说好 他晚上要跟朋友出去 可能今天姐妹聚会要喝酒 什么聊天什么 你会知道说 如果他去的话 不会只有姐妹 可能还会有一些异性朋友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担心说 万一 因为喝了酒 其实就是 会有各种无限的可能性 而且你人不在现场 你就是会乱想 我就是很容易 你就是那种小剧场很多的人 对 就是会很容易小剧场 然后不安全感 然后就会希望说 你今天要出门 那你是要跟谁去 我认不认识几个人 那有没有男生 几点回来 那回来的时候 我可以去接你 我会这样子 请他跟我们宝贝 因为我觉得 就算我很相信我的另一半 但是我不相信的是 他在外面遇到的那些异性 会不会对他 对 他也有